暑假在家边玩边长技能 自学架子骨 零成本做植物装饰化 自制穿猪包 不花钱学会PS修图 今天要来跟你们说的这四个低成本爱好 不仅能让你假期不无聊 还能让你长技能变优秀 赚点零花钱赶紧收好 首先自学架子骨 我从小就觉得会打架子骨的女生超帅的 但大部分学架子骨嘛 都是一对一的 学非贵 我又怕我是三分钟热度坚持不下来 所以我就买了个电子骨 先在家自学 这个是我带喜欢鱼桃的 茶片的敲击声 低谷跟茶的脚踏板也都有 虽然它打起来跟真骨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你只要有了它之后 跟着网上的那种入门教程 一步一步的学 对于认识古谱 熟悉节奏 还有手脚的协调练习 真的是体验感很好 像我是每天晚上跟着APP练个一个小时 不到一周 那种简单的曲谱已经打得很熟练了 如果咱们自学到基本功比较扎实了之后 想打真骨 你们可以去收那种股市租链 一般也就二三十一个小时 这样子你不用花钱买骨上课 也能自学入门了 又省一大笔 再接着来说 超级治愈的植物压花 给你们看看我自己压花做的植物手帐 有周年纪念日时许个送的玫瑰花 还有逛公园剪的小厨局 这是复根一周年团队送我的花 而且它不仅是能做这种植物手帐 你也可以拿它做这样子的鲜花画框 还有书签 喝卡都很好看 你买个这种压花器就好了 这两本里面还有我最近在压的 压的时候我们要剪掉花枝 斩平花瓣把中间的花蕊给剃除掉 然后倒放在这个衬纸上 整理好花材之后 就可以按照顺序这样一层一层的雷起来 放进密封袋里再压上压板 把螺丝锁紧 记住一定要锁到最紧最紧 等四到五天之后压成这样薄薄一片 就可以开始DIY了 真的是又治愈又好看 再接着来说这种手工穿猪包 我自从两年前入坑穿猪包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看我做的这些夏天大裙子小短袖都很好看 像穿猪包我做起来真的是又简单又便宜 我之前做的迪丽热巴同款 这是最简单的四桌钱 一个小时就能做完 我成本才三十几块 还有我今年做的水晶蝴蝶包 虽然看着有点复杂 但你跟着教程做真的上手很快 我看前面还有专门做穿猪包来卖的 你们也可以去试试 最后来说高校学习PS修图 老粉应该都知道 我们公司的大豆以前是独立摄影师 他是有一套很实用的自学PS方法 像我学修图调色 也是用他这个方法 真的是谁学谁会 首先吃透修图原理 我们就去小破绽 看这两位老师 真的含金量特别高 尤其是这位李涛老师的 Photoshop高手之路 他真的是把修图的底层逻辑讲得非常细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跟着他的理论课 做的这些笔记 真的是非常实用的那种 对于我做自媒体给照片视频调色 真的很有方法 说完理论 我们再来说怎么去熟悉PS的软件 我觉得这个APP是最适合新手的 它是在手机上1比1还原了PS的界面 接着沿着建筑物的边缘 文字和语音手把手的去引导你 自己来操作一遍 这种互动形式的学习 就真的能让你一下子就弃住了 而且是能用手机随时随地的去学习的 随地大小学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可以结合我之前出的那篇低成本的爱好 一起看 暑假绝对不会无聊的 拜拜